台铁去年发包了瑞穗售票口 从地下一楼迁移到一楼大厅的改善工程 今年1月动工失作 乡名代表发现第一月台前方的阶梯窄小又过高 加上无障碍的坡度过抖 乘客的安全胜率 主席陈廖安以及乡名代表林玉梅 上午特别到场会刊建议改善 获得施工单位正面回应 地方公共工程全民监督 台铁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瑞穗战 售票口迁移改善工程 攸关瑞穗乡的门面 因此不仅备受乡亲民众关注 乡待会更是步步紧盯 台铁在去年5月份就完成发包 但受到疫情冲击 施工厂商直到今年元月才进场失作 希望能赶在暑假来临前完工 但针对了进出第一月台的阶梯面载又过高 以及无障碍坡度过斗 恐怕都会造成行走安全上的威胁 向代表当面和施工厂商讨论交换意见 其实对整个瑞穗火车站从我们地下一楼做车票的贩败地区 移到我们一楼大厅 我们经过了好几年的努力 我们从代表会的主席一直到所有的代表 大家都希望把瑞穗火车站就像观光门面一样 让所有旅客都留下好的印象 那既然已经争取到这些经费 把我们的设标口移到一楼大推了 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设施能够更符合我们地方的需求 不要再造成二次的伤害 从车站的改建以来 就特别关注的相代会主席陈廖安 那这工程彼此丈量佐证 肯定台铁以及施工厂商的用心 但对于设计瑕疵 未来可能造成在内危险因子的工程 也期盼台铁重视加以改善 从善如流 我觉得虽然原始设计不太理想 不过加以双方 能够针对我们地方的需求 做一个检讨 还是持肯定的态度 但是我们仍然会继续来追踪 是不是有依照我们讲的来做施作 确保我们民众走的安全 搭火车的时候都是老年人比较多 我们希望宽度要增宽 高度要减低 增加安全性 这是我们的原则 原设置在车站地下一楼的售票口及检票口 不仅进出动线麻烦且相当不方便 台铁评估也顺应地方实际需求 赤资一千多万元进行售票口签移到一楼的改善工程 瑞瑟湘代会主席陈辽安 县政府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吉祥代表林玉梅今天上午特别到场会刊 提出阶梯与无障碍步道等改善建议 也获得台铁与施工厂商的正面回应 共同为瑞瑟湘打造一个真正便捷且安全的暂体设施环境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